他们牢记初心使命 忠诚履职担当 他们坚定法治信仰 维护公平正义 他们厚执为民情怀 望我拼搏奉献 弘扬阴魔精神 树立法官典范 天望栏目国庆系列节目 正义之星即将播出 他始终坚定理想信念 坚持法治精神 锐意进取勇于创新 敢肯硬骨头 敢当燃灯者 他在案件审理中 全力倾注司法人文关怀理念 积极推动家事纠纷多元化解 让更多群众感受到法治的温暖 他在一个又一个 充满烟火气的案子里摸爬滚打 实现了法律规范 与道德人情的互事交融 他们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 把改革创新 作为推动人民司法事业 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 作为一名法官 我一直在思考 对法官来说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当事人的案件在你手里 能够是他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就是职业价值 这就是我们的成就感 我还要有一天做法官 我就一步要把这个岗位上的价值 发挥到一名精致 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极限 实现作为价值的极限 作为价值的超越 1967年 邹碧华出生在江西省 凤新县的一个小山村 父亲给他取名碧华 寓意碧丽中华 也是希望他努力拼搏 不负韶华 1984年 周碧华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大学毕业后 他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录用 他说妈妈 我比那个高院录用了 我说忙好忙好 我说你一定要做一个 有良心的人 妈妈的这句话 成了邹碧华一生的座右铭 1988年 21岁的邹碧华 从书记院做起 历经助理审判员 审判员 庭长 審委会委员等工作岗位 2008年7月 他调任上海市长宁区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当时法官很多都是在办公区域 来进行会课的 那么好多人都会挤在一个屋子里 屋子里电话铃声 此起彼伏 然后人员也来来往往的 于是邹碧华开始着手 改善法院的办公环境 他立足压缩会议室等公共空间 给每位法官提供一间独立办公室 立案大厅也分割出 一个个独立格间 保障了当事人的隐私权 我觉得邹院长他这个做法 是出于维护法官的一个职业尊容 同时他也能让当事人感受到尊重 我觉得邹院长应该在当时 就已经对法官的职业化 专业化以及法官的分类管理 有了他的思考 为了方便群众 邹碧华还率先在常宁区人民法院 成立了上海市首家素条对接中心 我们法官工作比较繁忙 他不可能在上班的时间 都待在办公室里 他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在法庭 或者在外出的调查 执行工作当中 那么有很多当事人呢 可能有些事情呢 要跟法官进行反馈 那么就会发生就是打电话 找不着人 那么几次找不着人以后呢 可能当事人就会有点窝火 也会对我们的法官 对我们的法院那么有意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邹院长呢他就想到了 是不是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总机 在法官无法接电话的情况下呢 再传达给法官 一条热线架起了法官与百姓沟通的桥梁 一条热线让司法有了温度 2014年1月 这条热线推广到上海全市 命名为上海法院12368诉讼服务平台 也是国内首个省级规格的法院便民服务平台 你好 这里是上海法院12368诉讼服务平台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时至今日 12368诉讼服务平台 还开通了网络 短信 微信 微博 窗口服务 当事人以及代理律师 可以通过12368服务平台 进行立案 提交材料 案件进展查询等事项 构建了一种全方位 立体化的诉讼服务 和司法便民工作新模式 你们现在 原被告都认为 这份遗嘱是有效的 这代他们两个人的真实意识表示 我们这个小姐 那也是一开庭 就在法庭上的层数 就是产生法律效力的 大家都顺重考虑 如实陈述 以前总听别人说 打官司非常的麻烦 需要一直往法院里面跑 站线也拉得很长 但这次我的感觉 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因为包括从立案 就是在网上通过 网上来立案 然后包括提交证据材料 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是通过打电话 能够及时得到一个解决 最后呢 我们也是通过调解的方式 比较好的就解决问题 也不用再对不公堂 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 还是比较顺畅的 除了方便当事人 上海的三万多名律师 也是这个平台的受益者 他完全就打破了 时间和空间的一个局限 包括在网上通过操作系统 进行一个网上立案的操作 律师和法官在这样一个平台上 也能够实现互动 进行相互的监督 对打造法律职业共同体 可谓是意义重大 那么这个工程 我想它是一个制度设计 是一个机制安排 体现了我们人民法院 也就是说以周院长为代表的法院人 对律师职业的尊重 对律师行业的呵护 对律师制度的一种敬畏 在便民的同时 12368诉讼服务平台 也在努力为法官减负 比方说像我们的在线庭审 在线证据交换 在线谈话等等 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 12368诉讼服务平台里面进行的 所以它是双面的 既有利于当事人 代理人 参与我们这个诉讼活动 又对我们法官的审判执行的各项质量和效率 有一个提升的效果 关心人 帮助人 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 一直是邹碧华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他认为法治中国走进现实 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 法治是否会成为人们的共识 是否会成为人们的信念和准则 而要实现这一切 法律人的身体力行现在尤为重要 他其实思考问题是多层次 多角度的 因为你把一件事情做好 你不能单线条的 你肯定是要多线条 多角度 多纬度的 才能把事情做好 可以说他在这种思考逻辑上 思维模式上是引领我们的 邹碧华是业界公认的学者型法官 一直以来为了实践自己的法治理想 他潜心研究 先后主编撰写了 法庭上的心理学等十余部著作 在法学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2010年 他撰写的《要件审判九部法》 被全国各地法院作为民伤室审判的工具书 就是让他的思路会更加清楚 思路清楚的时候效率就会提高 因为有的法官刚上来的时候 就是可能胡子没毛一把抓 不知道怎么分析这个法律关系 那么他按照请求权的基础 一条一条地分析 一步一步地来 那么就很容易地抓住双方当事人的征点 以及要解决这个征点所需要的这些事实 2012年 邹碧华开始分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信息化工作 当时他就有一句话 要用信息科技来打造公正 连结 为民的一个现代化法院 所以他其实始终一直围绕着这么一个目标 全面地对我们上海三级法院的信息化建设 做一个提升 改造 优化 2014年7月 上海率先在全国 拉开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幕 时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邹碧华 成为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我们当时可以做到对每个法官的办案工作量 像验学指标一样地提供一系列的诊断的报告 但是难就难在无法进行不同案件之间的工作量的对比 所以他当时提出了这个设想 当时我们组里面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邹碧华带领他的司法改革团队 先后召开了三十多场座谈会 梳理了五大类一百多个关键问题 研究了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院管理 及法官职业保障制度 历经一百八十多个日日夜夜 前后三十四稿 最终研究制定出上海法院司法改革方案 其中邹碧华首创的案件权重细数理论 运用统计学理论 科学评估法官业绩 实际上就是在所有的案件当中找到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工作量 把所有的办案当中的一些因素 通过一个办案时间来进行衡量 采用不同的权重 给每一类案友都给出一个基本权重 然后再根据案件当中不同的浮动因素 来测算出不同案件的系数 目前这套方法已经广泛地应用于我们的原额分配 我们的工作量的测算 还有法官的考核 所以可以说当年正是他提出的这个理念 最终也是在他的带领下攻克了这个难关 为了攻克一个个难关 邹碧华经常是五加二 白加黑地投入到工作中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大楼 私改办的那一层 常常是灯火通明 邹碧华的时间 它是以小时来计算的 他经常说人活着 就是要为了改变这个世界 邹碧华私改团队不辞辛苦的付出 不仅为上海的司法体制改革开了个好头 因为今后的改革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2019年 我们上海法院基本形成了136项制度成果 可以说是覆盖了六项 司法制度运行的基本体系 那么很多经验也得到了全国的推广 如今上海法院司法体制改革 已经进入持续深化 系统集成综合配套阶段 然而 邹碧华 却无法看到今天 成绩斐然的改革结果了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 邹碧华的健康严重透支 2014年12月10日 他在附会途中突发心脏病 抢救无效 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 他的生命也永远定格在了47岁 有人说时间在流逝 错了 不是时间在流逝 是我们自己在流逝 我们流逝的生命 获得了什么 混日子混掉的是什么 我们总是认为 当我赚到了更多的钱以后 当我拥有了更大的房子以后 当孩子长大以后 我就幸福了 其实幸福不在未来 如果你今天没有幸福 明天也不会有幸福 如果你当下没有幸福 未来也不会有幸福 幸福就在当下 就在此时此地 可以说 邹碧华短暂而忙碌的一生 是幸福的 他把生命里的光和热 都交给他热爱的司法工作 他用生命照亮理想 照亮法治 不断完善的一段进程 在网络世界里 邹碧华给自己取名 停前独角兽 2016年 上海市的年轻法官们 利用业余时间 以停前独角兽为名 创办了微信公众号 目的是传播法院文化 为法院年轻人提供成长平台 这既是对邹碧华的纪念 也是西纪后来人 继承他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 那么当时呢 从可能几个人 做到现在可能有几十人的这些人 甚至是几百人来参与进来 去运营这样一个公众号 那么我觉得其实也就是大家 对于这个邹院长的这种 就是向外传递一个正能量的 这个司法价值观念的一种传承 当你看见一只蜡烛 眼亮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感受 我说你会感觉到温暖 你会感觉到光明 我就说 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成为那根蜡烛 在照亮别人的同时 照亮我们自己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征途上 邹碧华干当燃灯者 干啃硬骨头 然而 无论是繁华的上海 还是偏远的乡村 司法的每一次改变 每一次突破 法官无不是在长年的工作实践后 不断推陈出新 周淑琴 江西省贵西市人民法院 四例人民法庭庭长 作为一名基层法官 他受理的案件 大多是离婚 赡养等方面的法律诉讼 因为我从小长在农村 然后觉得农村人 是比较怕打官式的 所以在跟 很多当事人的沟通 了解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这个耐心倾听 真心关怀 是很重要的一步 家事类案子里面 男就男在里面的 情与法之间的交融 这个理怎么去讲清楚 我想人心都有一扇门吧 如果要打开这扇门 要知道他们的那个心结在哪里 诉求是什么 就需要我们有一些好的工作方法 在长年的工作实践中 周淑琴总结提炼出了一套五心工作法 包括坚守初心 接待热心 倾听耐心 调解工心 和温暖关心 我觉得法庭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对于很多人来说 它是一种纷争的场所 对立的空间 但是对于我们坐在中间 作为中立者的法官来说 我觉得我们确实需要 去平衡爱与恨之间的一个契合点 正是凭借这五颗心 周淑琴审理的很多棘手的案件 都以迎刃而解 我们就想把他的这个工作的一些思路 给他体验出来 通过这种以点待面 形成一些有可复制的一些经验 然后在我院里来进行推广 同时周淑琴还突破了传统的审判模式 推出圆桌法庭 微信法庭 两种全新庭审模式 比如说我们在圆桌法庭 我们可能不设这个原告被告席 我们设的是男方女方 丈夫妻子父母孩子 这样就能够让他们不产生 对于这种对立 这种身份的这种抵触 2020年3月 桂西市人民法院 成立了周淑琴工作室 推行周淑琴的工作经验和方法 成立的支出也是倡导一个 援续我们桂西法院 一直以来的家世审判的 家和万事兴的这种理念 我们倡导的是要修复这种家庭关系 要修复这个社会这种关系 为了办案 周淑琴跑遍了辖区的每一个村落 常常是办一个案子 结识一帮乡亲 了解一帮人情 他觉得自己身上的泥土味越重 和百姓的距离就越近 本身我们的法官前面 还是有人名两个字 工作要有出发点 所以我说我们要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 把人民对司法的这种获得感 这种幸福感吧 能够让他们得到一些大的提升 我们这个多做一些都是应该的 周淑琴始终把奉献摆在首位 将公心树立在法庭 将爱心延伸到庭外 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法庭 打造成了群众家门口的法制天平 百姓心目中的爱心驿站 化解矛盾纠纷 既要讲法理 也要讲人情 宣布开庭 与周淑琴一样 他不但摸索出了新的调解模式 更重要的是 他也做到了知心 我一直认为 就是因为接近完美的判结书 他可能把法律分析的 逻辑分析的非常的到位 但是呢 这个案件背后的受损的社会关系呢 并不见得会得到修复 多年在基层法院工作 黄志力清楚 很多案件不是黑与白 是与非这种简单的冲突 黄志力所做的 不只是法院内的一锤定音 而是既要解开当事人的法结 更要解开当事人的心结 可相对于判决 调解工作往往要多付出几倍的时间和精力 随着基层工作经验的积累 黄志力反复思考一个问题 怎样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 怎样才能走出一条 既结合传统审判经验 又符合现代法治思维的心路 我发现很多的当事人 他是不愿意走进法院的 那么就会导致矛盾不断地在计划 我觉得说法官应该走出去 去接受老百姓最直接的一种考验 2012年6月 以黄志力明自命名的法官工作室 在南坑街道办事处正式成立 老百姓经常说 家门口有一个脚下沾满了泥土的法官 有着家门口的小法庭 所以我觉得说这种称呼 就能够非常贴切地形容 这个法官工作室的一个定位在那边 目前张州市乡城区人民法院 已设立了五个黄志力法官工作室 分布在乡城区多个社区乡村 用心搬群众跟群众之间更加地靠近 读懂每个当事人他背后的故事 然后将当事人的心跟心牵在一起 很妥善地解决了 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跟忧愁 黄志力在办案中摸索出了调查研究贯穿史中 亲和调解贯穿史中 试法西里贯穿史中的三个贯穿史中工作法 而这三个贯穿史中工作法可以覆盖案件审理的全过程 判案的前期你得弄清楚为什么 中期就是亲和调解 居中的法官来想办法共同来解决这个矛盾纠纷 这个案件结束我判决书出去了 但是呢 事法西里永远在路上 你得解释到让他明白了这为什么以后 他才能从内心深处去接受我们法律的权威的一个判决结果 三个史中工作法在前院当中亦以充分的推广 一大批年轻干警的业务水平等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 我觉得智利姐调查研究贯穿史中的工作方式 能够让我们加速进入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通过调查研究呢 尽可能的去把每一件事情背后的原委 每一个当事人背的诉求了解清楚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 加深于对这个案情的理解 二十年来 黄智利真诚对待每一位群众 真情倾听每一项诉求 真心解决每一起纠纷 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他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知心法官 人生可悲的是不能重来 但可喜的是不需要重来 也许选择法官是非常累的一件事 但我想我可能还会再选择一次当法官 无论是燃灯思改的邹碧华 还是情仨相野 心系山村的周淑琴 黄智利 面对社会利益多元化 矛盾纠纷 错综复杂的局面时 他们都能及时调整思维模式 不断在实际工作中摸索总结经验 锐意改革 推陈出新 独创审判工作方法 让法律有力度更有温度 创造出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